第八百二十集 一步一个坎 莫小鱼安排好白鹿即刻动身前往巴黎 哎 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啊 董子墨亲自开车送莫小鱼去西斯罗机场 很快就回来了 放心 钱也会很快就打过去的 但是目前呢 我还有点麻烦 没解决 现在把钱给你 我担心会给你招来麻烦 莫小鱼说道 要我说吧 你还回去干啥 咱哥俩在国外一起干不也挺好的吗 你看看这国外 我觉得比国内自由多了 谁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用再看谁的脸色行事了 董子墨说道 哎 好是好啊 但是不适合我啊 我搞的是中国艺术 在国外这方面还不行 没有我赚钱的地方 我怎么样活自己啊 莫小鱼开玩笑的 得了吧你 我知道你主意多 行了 我也不留你了 办完事 请快回来 你来这一趟也不容易 咱哥俩还有不少事没说完呢 董子墨依依不舍的将莫小鱼送到了机场案件处 这才看着莫小鱼消失在了后机大厅里 开始时啊 莫小鱼担心护照被查出来 都看好方向准备逃跑了 没想到 董子墨找的人技术确实高啊 在莫小鱼想来 这可能是一个专门从事假护照制作销售的集团 要不然不会这么专业 个人肯定不会制作得这么精良 到了巴黎之后 莫小鱼并未从机场正门出去 他担心立一鸣的人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而是钻进了一辆运送行李的大卡车 这才溜出了机场 但是莫小鱼啊 没去唐人街找林侯 而是先去了苏菲庄园 立一鸣进不去庄园 那莫小鱼自然也是进不去 被拦在了大门口 还是莫小鱼给林侯打了个电话 这才放他进去 小鱼啊 你这个猴崽子你不仗义啊 我这里替你遮风挡雨 你倒好 到了巴黎先去看女人了 林侯在电话里笑骂道 侯爷 我来这里看看而已 再说了 我去了你那里 我怕你不放我出来了 所以我要先交代一下后事嘛 莫小鱼开玩笑道 混小子 那我这里什么 阎王殿呢 赶紧的赶紧的 我在唐人街等你啊 林侯笑道 莫小鱼这是第二次 到苏菲的庄园来了 此时就在莫小鱼进门时 苏菲拿着望远镜 看着大门口 他这些日子 也是吃不好睡不好 他也在担心 自己刚刚和莫小鱼有了这层关系 莫小鱼在死了 那自己岂不是又没人可以依靠了 哎哎哎 佳佳 佳佳 快点过来 你看谁进来了 苏菲站在阳台上 看着莫小鱼走进门 和看门人交涉 又叫又跳的叫喊着屋里都快蔫了的 完颜柔家道 又是谁啊 除了他谁也别叫我 完颜柔家闷闷不乐的说道 除了他还有谁啊 苏菲没好气的说道 啊 哪里 在哪里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完颜柔家一听到苏菲这话 就知道是莫小鱼来了 急忙从客厅里跑了出来 因为跑得太快 脚上的鞋都跑掉了一只 果然 当从望远镜里看到 真的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阿郎时 莫小鱼还没来 他就开始抽抽搭搭的哭开了 哎哎哭早了 他还没到呢 这也太早了吧 到时候他到了 你没眼泪了怎么办 苏菲说道 去你的 你以为我是哭给他看的 我真是太高兴了 完颜柔家继续哭泣 根本不管苏菲鄙夷的目光 他算是发现了 这个苏菲啊 就是见不得自己对莫小鱼好 他才不管这一套 自己想哭就哭 爱你什么事了 经过一番折腾 莫小鱼终于算是进来了 刚刚到了楼下 苏菲和完颜柔家两个女人飞奔下来 苏菲呢还算矜持 但是完颜柔家很感性 直接抱住莫小鱼就哭了起来 苏菲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他现在哭得更厉害了 刚刚那只是在热身 莫小鱼对他好一番安抚 这才慢慢的安静下来 事情都办完了 苏菲问道 还没呢 我待不了一会儿 马上就得走 不过我最近都在巴黎 只是我可能不能时常到这里来 有些事必须得做 莫小鱼这才把自己的经历都说了一遍 那怎么办啊 这些日子都是唐人街的人在这里保护我们 要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绑走了 前几天开枪啊 不知道打死人没有 苏菲担心的说道 哎 人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保护你们的也是我的一个老乡 在唐人街说了算话 这些人都是他派来的 老实说啊 要不是他 我也不可能放心的让你们回巴黎来 有些情呢 没法欠 莫小鱼摇头叹息道 什么意思啊 他们 他们是不是要你做什么事情啊 苏菲对这种事是知道的 所以急切的问莫小鱼道 很简单 他们要我加入鸿门 我还在犹豫 想杀我的人还没处理掉 如果不答应他们 我担心你们马上就会有危险 但是如果真的加入了鸿门 移入鸿门深似海啊 前面的事会怎么样 我也就不知道了 莫小鱼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完颜柔家问道 莫小鱼和苏菲几乎是同时摇摇头 事到如今啊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但凡有其他的方法 莫小鱼也会先试试其他的办法 鸿门哪是那么好加入的呀 算了 人生在世 一步一个坎 说不定这也是我的一个坎呢 是坎就得迈过去 倒在坎底了 那不得磕死啊 莫小鱼无所谓的笑想说道 苏菲点点头 他看中的就是莫小鱼这种 说干就干 永不弃哪的品质 而且这种果敢的人格魅力 几乎是每一个女人都欣赏的男人味道 唧唧歪歪的 有点事就不知道自己姓啥的男人 永远都被女人看不起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佳佳 你有事就去忙 只有你强大了 你的女人才不会让别人来保护 我苏菲没有别的本事 需要什么 尽管说 这里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去 苏菲说着 看了看房间里的一切 那意思啊 就是这里的一切都可以拿走 玩音柔家看向苏菲 他还从没见过苏菲的这一面 说实话啊 有点惊呆了